民主党今天星期提交了一份长达20页纸的报告 去交代他们在2012政制方案 与中央政府的交往谈判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他们选择了一种我们叫做时序的形式去交代 chronological 什么叫时序的形式呢? 就是选择一个事件的始点和一个事件的终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什么人牵涉其中呢? 在这种时序的方式去交代事件 他所说的都可以是事实 但是不一定代表可以交代到真相 因为当中涉及到很多因素 一就是说时序定的始点 第二 有一些幕后的推手人物 都未必一定在这次的报告当中出现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始点的问题 就是说 过去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新华社社长 叫做许家屯 他写了一个回忆录 他说其实他在香港的角色最主要就是统战 什么叫统战呢? 就是令到一些过去对中国政府不友善 不友好的一些人 改变他们对中国政府的看法 当中的始点当然不会是发生一些事的 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潜移密化 多点找他喝茶 聊天 诸如此类 好了 今次民主党和中央之间的关系 的始点究竟在哪里呢? 当然这个绝对不会在这个报告里面交代 第二就是所谓的幕后推手 在这个报告当中 主要集中民主党的都是所谓的六位的核心成员 当然这个报告 这个何俊仁已经是将整件事揽上身 披露了当中是他 唯独是他对整个谈判过程当中保持乐观 到最后 甚至是背上身 提出说如果他能够 中央政府能够接受所谓的区议会优法方案 他就愿意说服民主党 去支持 如果民主党不支持 他就愿意辞去民主党主席之位 似乎是所谓一夫当关 究竟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呢? 幕后究竟还有没有一些人负责 去做这个决策呢? 好了 这些也不是今次的报告当中可以披露得到 这就是我所说的所谓的 这种 chronological 的方式 并不一定交代到事实的事件的真相 事实上 人们对于民主党今次的 就是说有没有跟中央政府有任何的桌底交易呢? 其实不是建基于一些什么的事实 是建基于一些可能表象上面的质疑 而这个表象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表象就是 似乎民主党在策略方面有一种很急速的转弯 过去民主党是坚持一种好像叫抗争的手段 但是突然之间 今次的报告也披露了 民主党确实是转变了 转变了一个叫做务实的手段 什么叫做务实的手段呢? 就叫做拿得多少得多少 究竟这种急速转弯 就是策略上的转变呢? 在今次的报告当中 是没有交代清楚的 民主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路线上的转变呢? 也不是一份二十页纸的报告当中 可以说得清楚的 究竟谁是决定路线上的转变呢? 好了 不过无论如何 当然 质疑还质疑 当中并没有一些证据 证明 民主党和中央政府 任何所谓的利益上的桌底交易 我们看到目前的景象就是 民主党已经在路线上有所转变 这件事是一个 在今次的报告当中 已经确立清楚了 好了 所以选民可以自己决定 究竟你是支持一个怎样的路线呢? 民主党已经确立了他们这种 即是昔日民协那种又倾又砌的一种务实路线 至于社民连当然不用说了 就是一种抗争路线 而公民党虽然没看得真 但是估计它会选择一种理性的抗争路线 等于昔日民主党那种方式 选民在2011的区议会选举或2012的立法会选举 都可以选择 究竟你是支持一个怎样的路线呢?